台湾东北海岸申奥甲脚象鼻炎 通过这一排鱼类浮雕 就见到申奥鱼港 先登上海天步道 可观赏到鱼港及甲脚美丽风景全貌 申奥鱼港旧名班子澳 小雪 透抽 卵丝 鱿鱼 是渔民们主要捕捞的海鲜 海天步道迎向海洋的造型美 海天步道上观赏申奥港全景 正前方小山丘是深奥甲脚 鱼港外海湾面对基隆山火山群 基隆山是一座没有火山口的火山 所成的火山椎体 从海天步道继续驱车前往甲脚 这座山丘称酋长颜 酋长头披森林长发 鼻炎嘴栩栩如生 外港挡坡堤上有许多钓鱼的人 在基隆山山后 山腰上有一座文迷狭尔的旅游景点三层 九份 深奥甲脚全貌 屋宇室 有一条小阀在海中飘荡 深奥夹角深入海中的最前端 这座酋长岩是沙岩结构 从另一面观赏酋长岩 数年前留下的倩饮 数年后的现在 脸面已被侵蚀变形 经过滨岗道路 他们所使用的渔网 观赏深奥橡笔岩夹角的入口 这里的景观 与前面海天步道完全不同 这里呈现的是遍布香菇式的训言 波斯平台 绿潮沟 翠绿的海藻生长在岩石的潮沟上 让海岸天上深的气息 绿潮沟与基隆山相互不一 绿潮沟与基隆山相互不一 渔夫坐在阀上 渔夫坐在阀上 这片被海水侵蚀 还产生许多训炎断裂的痕迹 这是比较完整的训炎群 颈部沿尘较软 顶部沿尘胶硬 颈部先被侵蚀 形成镶骨头式的训炎 有的呈水瓶侵蚀 呈美丽的阶梯状 永恒之吻 蜥蜴盐 驯岩的美姿 香菇头上被侵蚀成蜂窝状 也称蜂窝盐 美丽的潮沟 海童年 石门窗下的海洋 鲨鱼细球 石船 眼下是深奥夹角海中最情观 海水碧南 潮桃排岸身齐木 听桃身呈自然乐章 钓鱼者 钓鱼者自身其中宜然自得 这里有一片青丝平台 从夹角最前端内望深奥夹角半岛 与远处基隆宇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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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海上石门如大象引海水 得名象笔岩 它是深奥夹角的地标 两只蝸牛的对话 与远处基隆宇相望 李白举头望南天 天狗言 旧时代的碉堡 旧时代的碉堡 旋言上的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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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香味由醇 谢谢观赏